我们从废核之后要重启核电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就是说要重启核电厂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决定要重启核电 然后你很快的核电厂就可以开始上线 然后就可以开始发电 不是的 根据法律的规定 这些程序都有法律的规定的 所以如果我们核电已经停止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决定重启 可能顺利很快的话 大概要快两年 就今天不管是总统做了 行政院做了决定 还是立法院做了决议 有新的法案 决定要重启核电那一天开始 等到核电厂可以正式上线发电 大概要两年 两年的时间 所以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空窗期 那么因为民进党的神主牌 是有时间的 就是2025非核家园 所以我讲过很多次 在2025年之前 赖清德是不可能重启核电的 他一定要过这个时间 最快也要2025年之后 那这样子赖清德就没有违反 在蔡英文任内所完成的一个重大的政绩 在民进党的眼里头就是2025非核家园 所以在2025非核家园达成了以后 后面我觉得赖清德迫于现实 他必须要重启核能 但是这个重启核能的过程当中 他必须要拆解很多之前民进党 所为自己建立的很多的障碍 他要搬好多下台阶 他才能够顺利的下台阶 所以当郑立军讲说三到五年 我觉得这个时间已经很快了 就是在民进党同意要重启核电之后 三到五年可以看到核电厂的运转 这其实已经很快了 而这中间当然自然而然的 要避开2028年的总统大选 否则的话对民进党来讲 把选举放在重要的算计里头 这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在他们的讨论里面 没有把2028放进去考虑 那才是新闻 天就下红雨了 所以在2028年 当然民进党是一个见风转舵的政党 你不要以为民进党是有信仰的政党 民进党是一个见风转舵的政党 否则怎么可能会赖清德 在选总统的时候告诉你 台独这个议题已经不存在了呢 所以他当时一定要看 当时整个台湾社会 对这个议题的反应是什么 他就会某个程度的随波逐流 那这个东西就是有待观察 就看到时候我们用电的压力 到底有多大 反核跟永和的声浪 民进党里头反核的 这一些死硬派的态度是什么 第二 郑立军是什么出身 他是跟我同一届 他是台大哲学系 然后他就是你看像林嘉隆 你看像范云 郑文燦 他们都是同一个社团的 那郑立军在念大学的时候 他其实并没有 积极的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他就是因为同一个社团 所以呢 他就是林嘉隆的小学妹 他在法国念书回来之后 他就去了林嘉隆当时 所主持的台湾智库 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因为台湾智库 这么多年来过去 都还会公布民调啊 什么的 那因为林嘉隆就做了 其美的女婿嘛 所以呢 他就有钱 募款呢 就不是困难 所以就有个台湾智库 那郑立军呢 也因为这样子 就进了民进党的团队 所以在陈水扁的时期 就重用他做亲辅会的主委 然后呢 在蔡英文时期的时候 他在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不是接了大家都对他印象 比较深刻的文化部长吗 可是后来他离开了以后 苏贞昌跟蔡英文 每一次都希望他回来 他都不愿意回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郑立军是多么的讨厌苏贞昌 他不是讨厌蔡英文 他跟蔡英文关系还挺好的 他跟蔡英文的这一群 闺蜜的关系都还挺好的 但他非常讨厌苏贞昌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再加上郑立军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选举 然后又嫁了一个不错的老公 起码就是多富 什么 我不知道有没有高啦 但是有富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帅啊 其实 我确定的一点就是有富啦 所以呢 他就成立了一个亲平台 很有名的一个基金会嘛 那培养在这个平台上面 就成为绿营 尤其是像学运世代里面 他们跟学界的连结 跟年轻学子的连结 还有跟艺文界的连结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找他去做文化部长的原因 那他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还不错 命还不错 所以他不愿意去选举 他也不愿意回来当官 一直等到 苏贞昌下台了 改朝换代 赖清德决定要选总统了 你看这个时候 郑力军就被重用了 我当时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不就讲了吗 那郑力军这么多年来 他就在搞 我刚说那个平台一个智库 所以这一次赖清德选举智库 其实也就是政策的负责人就是郑力军 因此他就接任了行政院副院长 那我讲这些是说 大陆社的这些人呢 后来就跟林毅雄攀上了关系 他们就变成林毅雄的子弟兵 那林毅雄在民进党里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所以我刚刚不就举例了吗 譬如说像范云 他为什么可以有不分区 那这个郑力军 他们就是攀上了林毅雄 那大家就知道了 林毅雄就是可以为了反核四绝食 为了反核四苦行台湾 那郑力军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才会在反核上面特别的标局 那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面 让人家感觉上好像他对反核特别的坚持 但是郑力军就我认识来讲 他并不是一个灵活脑筋反应快的一个人 所以在政治上面 他也不是站在第一线的人 我觉得啦 像这种到底要不要用核电的重大决策 还是要看赖清德 那赖清德会把佟子贤 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 我就有嗅到了 民进党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不用核电不太可能 但是这个弯要转 要挺难转的 这个法夹弯太大了 所以他们要转这个法夹弯 三到五年算是顺利的了 算是快的 那但是可能也是迫于现实 因为太多科学人区 太多我们的护国神山 每一次见到蔡英文 必提这个议题 一定要讲一次我们需要核电 绝对没有 绝对不会漏掉这个题目 然后蔡英文每一次要面对这些科技大佬 制造业的大佬的时候 一定会再跟他们讲一次他的态度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民进党呢 不会不知道台湾缺点 而且不会不知道 这会影响台湾的护国神山 会影响台湾的命脉 他们是知道的 但问题就我说嘛 这么大一个神主牌 怎么转弯才不会摔到山沟底下 这就是今天民进党真正的考量 而且不只是护国神山 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民进党讲 我们需要核电 还有包括他们最相信的美国爸爸 你看美国商会又何尝不是年年提 年年必提 美国商会每年都跟民进党讲 不可能不用核电 所以我认为 以世界的趋势 台湾的处境 我们终究是要用核电的 但到底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用上核电 而这中间 我们可能会付出很多惨痛的代价 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台湾的能源安全 跟我们的产业竞争力